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西門町的鳳城燒臘家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今天就決定吃這個老店 這個菜單上價錢也不便宜 隨便都是100出頭 人超多了 菜單都拍到了 那個,我要燒肉加沙燒,內用 醬 好,110 好,OK 110先負 110,OK 共存燒臘家 裡面冷氣很涼 這邊就是熱炒的聲音 好,先喝這個內用的湯 蠻有誠意的 這個鴨脖子 還有筍子 不錯啦,這個湯很有味道 好,很喜歡港式這種湯 在香港不知道有沒有 香港的朋友啊 你們在香港這樣吃這個 街頭的燒臘飯 是不是也會有附湯 麻煩告訴我一下 還是台灣的這個 港式燒臘比較豐富 好,不錯 好,那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炒燒燒肉飯 它這個,這家店特色就是會淋上這個醬 有在 我小時候比較常吃台大那一家 好,這個醬就酸酸甜甜酸酸甜甜 然後燒肉就是肥滋滋滋滋滋 鹹香鹹香 好,這個就老店的味道 好,黏到 這個是炒燒肉 我們都黏在一起 嗯 好,叉燒肉味道不錯 甜鹹甜鹹 然後偏瘦 還有一點點嚼勁啊 邊邊這邊有點筋 還不錯,還不錯 這塊蠻好吃的 好,肥瘦香煎 鴨腿賣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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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這隻肥這隻 喔,今天這塊超肥 哈哈哈哈 肥,這隻肥脂脂的喔 其實這個肥瘦香煎會比較好吃 就是有一點肉 有一點肥油這樣子 不過這塊就是偏油啦 上面就蠻酥脆的 皮燒的蠻酥脆的 好,這個稍微長得比較胖的這個燒肉 還不錯 狀況跟我肚子差不多 好,天龍國的話 東西都會比較貴 上次應該有人發現 隨便點就兩三百 上一集 好,不會是這個老店的滋味喔 這個醬,甜鹹甜鹹不錯 懷念的滋味 好,總之很好吃啊 我家特色還有這個酸菜 香菜不錯 好,那這個就是清燙的高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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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希望各位朋友看得開心 好,那分數是90分 稍微肥了一點的燒肉 跟這個肥瘦香煎剛剛好的叉燒 好,不錯喔 就是一個回憶中的老味道 然後這個湯 料就隨便你咬了 但是都是整個鴨脖子的 好,生意超級好 好,那生意非常非常好 那各位來就是我們用上一塊 掰掰 好,那再來就 要再帶各位朋友逛一下西門町 好,這邊是西門銅樓 好,今天好像有在舉辦活動 天行者 好 好,就是很多這個個性小品 好,還有一個行動酒吧 好,那這邊的話 就好像是有個活動 好,這個跟上次一樣 只要打卡的話就有送茶包啊 好,這個跟上次一樣 只要打卡的話就有送茶包啊 好多人啊 好,不知不要 好太小 好,好或者 可以かな 好有 好,很安靜嗎 是不是以後會長到很大 不知道 okokok 謝謝 蠻酷的喔 這邊就是一個蛇的展示 喔喔喔喔 喔喔還有鳥喔 為什麼我們跟你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是老鷹阿 蠻酷的喔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今天拍到很酷的東西 厲害 這真的是老鷹阿 對阿 老鷹 漂亮 喔唐 便宜 還沒看過 留舌 我看過 阿 這顏色很漂亮 喔喔喔 這顏色很漂亮 好怪 好大隻的蛇 好大隻的蛇 然後再來是這個 鸚鵡 好,鸚鵡也很漂亮 好,這個角度比較能夠燒到全部的女 好,現在變動物學會 來,一個動物頻道 那邊還有一隻,剛在叫,這是牠在叫的喔 好大聲 好,這個動物真的是很吸睛 吸引相當多人來看 哇,很多漂亮的車子喔 你就再逛一下 掌聲一下好不好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要叫上這個舞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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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唱歌的朋友呢 如果你在家裡很無聊的話 我們推薦後面的卡拉風天給大家 想要唱歌的朋友 很方便喔 然後在家裡就可以變成一個卡拉OK 接下來這首歌 接下來這首歌 紅媽帶來的歌曲 是來自於 蕭敬騰的歌 這首歌叫做 阿飛的小姑丁 每個夏天 黑旋風 都有不同的驚喜 是,我知道 謝謝,謝謝 這個夏天 差不多叫 然後 黑旋風啊 這首歌 黑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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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覺得這邊小店比較有特色啊 好,那就是這邊小店比較有特色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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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奶酪喔 OK 就這樣走過去了 這個是小島冰淇淋 小島冰淇淋 小島冰淇淋 雞加藍食材手工冰淇淋 手工冰淇淋 加油 謝謝 OK 好這個上次有拍過 你好 好上次有拍過有一個很可愛的老闆娘 沒有碰到 這邊就是一個可以唱歌的活動 水晶圓礦 那是有名的人 那就知道不要拍太久 這個相當有氣質的老闆娘 你好 你好 個人覺得這個老闆娘非常的有氣質 哈囉 我們今天做那個特製款的手帳 特製款 自己選顏色 然後選配色啊 然後我們就幫你做好 做到那個 你想要的樣子 可能變成這個樣子 就把它利用到 最大化 我覺得你今天這件衣服穿得好好看喔 我覺得你今天這件衣服穿得好好看喔 呵呵 這個打扮 謝謝 很漂亮 謝謝 我看一下 我可以啊 我可以幫你穿 就是 好沒問題 好 好 那非常有氣質的老闆娘 好 好 那餐名再多照一下 好 那這邊就是他們店名稱 還有這個客製化水晶手段 好 謝謝喔 掰掰 好 好 那應該是有名的人在唱歌 所以就不能待太久了 好 好 那這個就是姓名店 投不去 會有很多很多個性小店 像剛剛那個蛇跟老鷹也是蠻特別的啊 好 好 那下次跟老闆娘買一下水晶好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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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開玩笑 搜尋 小龍湯包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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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帶來各位朋友看一下那個阿中麵線 好,那這個就是非常有歷史的阿中麵線 那個人覺得現在他是吃起來還好 好,那西門町遊客多的時候,這邊就擠得像菜市場一樣 現在就不用大排隊了 好,以假日來說,今天的人潮還是算不會很多 好,好 這個就是火鍋四大堡 這邊就有很多街頭一龍會自己在這邊 這邊有音樂比較大聲我就走快一點 我也要練習一下 中間的話就會有這個街頭藝人的表演 這邊就會有這個藝人的準備去 其實我是想看他表演 但是因為是他這個音樂的關係 他聲音樂關係,可能就沒有辦法拍太久 這是後面這一段,謝謝友宜坤,這次都老店 這個是天天麗 不一樣 這個,煎蘿蔔糕跟煎蛋是很精簡的鏡頭 這家個人覺得這炒飯比較好吃 這家店名就不講 旁邊客人也認同我的看法 炒飯最好吃 其他都點點點點點 其他是可以吃 好,那這個美食看法每個人都有不同 所以我個人是這樣解讀 好,就看個人 好,現在在西門町也是老店之一 好,這邊很想要多拍一點 但是就是收鮮這個音樂 好,其實錄到任命音樂會怎麼樣 各位朋友會不知道 就是這個 有可能音鬼會不會鎖起來 也有可能就是不能開廣告 好,就有兩種其中一種 好,那這個就是老天鹿乳味 好,這個相當有名的店家 好,這個相當有名的店家 好,就拍一下 他們家的味道是蠻好吃的 之前也有拍過 尤其是這個 舌頭 舌頭 鴨舌頭 好,這就是賣運動鞋 這個就是賣運動鞋 好,快來不及了 喔,快來不及了 這邊就萬年大樓 走一下好了 很久沒有走進來 那這邊就是 這是萬年商業大樓的1樓 應該沒錯啦 我比較喜歡找到地下室 這邊就很多這個中古蹟 不好意思說錯了 這家是獅子林商業大樓 獅子林商業大樓 口誤更正 因為我剛剛看到就走進來了 旁邊小樓 正在此 還有一個的屑子 骨頭 內床 一直都在要的是 這家下勁 哦 那边还有这个 Friday 哇,人家狗狗蛮可爱的啊 好,那再来就走回去了 好,那这个就是很有名的DONKEY DONKEY了 好,又声音乐很大声,哈哈 烤香肠 鱼岸葱餡餅 幸亏我有走对路哦 因为我还蛮容易迷路的 好,那这个就是老天鹿 哦,刚刚已经看过了 好,相信有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 应该有来试过啦 或者是 也是旅居海外的华人 好,那再来就走回去了 音乐好大声 好,那就希望这个音乐不要很想到我的影片啊 好,满满的人潮 好,满满的人潮 賣宰間 還有其他的嗎? 那邊要坐一下 六三十八 那個人 蔥抓餅 喔!這個好久沒有看到了 他會R&B 但他音樂好 反正之前也有拍過啦 可以翻之前的影片看 因為他這個唱的都差不多 其實我剛剛是想要找美觀園這一段 只是不會走 哈哈 所以 安蘇是露吃的 他是賣小飾品 每觀園就是老店 1946年創立 我的記憶的話都是跟著吃的店家附近的記憶 超級讓人懷念 再來是這個 迴轉壽司 好 這邊有這個美食一條街 各位朋友可以看一下 燒烤類什麼的蠻多的 你好 這個燒馬吉 每串40 是 橘口嗎 你已經橘口嗎 輕輕骨全 好走到口渴了 剛剛買杯茶 其實這樣走還蠻熱的 好那這個就是令人懷念的大車輪 今天生意店超好 大車輪 一邊坐滿一邊沒坐滿 好這兩家就是我對西門町印象最深刻的店 再來就還好 哈哈哈哈 好像有什麼活動 好那再來就要上班了 好那今天周景的時間也蠻長的 就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 這個令人懷念的西門町街頭 好那邊有稀釣 就比較像是沒有救過的 好餐 好那邊 就是我自己去看 然後就是我對西門町 就是我對西門町 就不可以吃西門町 就是我對西門町 就不可以吃西門町 但是我對西門町 還有西門町 開西門町 就不可以吃西門町 還有街頭歌手 好,這邊走過了 好,那不知道各位朋友這三天假期過得怎麼樣 應該是很充實吧 很充實的一陣子 好,唱歌活動似乎已經結束了 不要害怕,我們都有快篩陰性 不要怕 來吧來吧,可以往前一點沒有關係 那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我們今天這個活動呢 就是我們身旁的這個 身旁這個 憲哥的卡拉轟天蕾 那我現在問一個小問題 然後呢,如果有答對的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小禮物 那我們先跟你們說一次 這個卡拉轟天蕾呢 一組呢,是兩顆喇叭 跟兩支麥克風 要聽好,我們等一下會問這個問題 來,請問 卡拉轟天蕾 裡面一組是幾支麥克風 來,我要 就是,數一二三囉,你們再舉手 好不好 可以搶答嗎 可以 你要聊一下小禮物嗎 可以吧 然後數一二三囉 可是感覺好像大家沒有很想打 可以啦,會啦 可以吧 來,我數囉 一二三 哎唷,看到了 耶,那個帥哥啦 那個帥哥 帥哥,就是你 你不覺得你自己是帥哥嗎 他還這樣子 是嗎 是嗎 請問是幾支麥克風 兩支 沒有錯,答對了 Sandy的貼紙 送給你 對,好 再來,我再換一題喔 我剛剛有講過答案囉 再一次喔 請問卡拉洪天哩裡面 一組有幾個喇叭 一、二、三 舉手 欸,這個姐姐蠻快的 剛剛她有舉手啦 我們先給她好了 大姐 姐姐 你們要靠近一點 我們家容易跟你們家 不要害羞啦 請問是幾個喇叭 兩個 沒有錯,謝謝 恭喜你 好 那我問一個比較就是 沒有人不知道的 我也不用再講一次 請問卡拉洪天哩的老闆是誰 等一下 你們要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快點被我看不到 越前面的越容易得到獎 你要靠近我們才看得到你 來來來 往前往前 來來來 靠近一點這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對,來喔 我們要選前面的喔 所以趕快叫對 我要後面看一點 3 2 1 好難選喔 大家都好快 蠻快的 好 是誰 是誰 你答對了 恭喜你 如果這個貼子拿回去 都可以標記一下Sandy 因為Sandy 自己畫的小貼紙 而且她上面 她上面寫的都超可愛的 她的畫 都是那種很正能量的那種 那種 就是句子 我覺得很棒 對,好 那我們就是 欸,Lolita咧 Lolita在後面 Lolita 你們是不是要唱歌 蛤? 我可以跳舞啊 我可以跳舞啊 不要害我 我覺得你跟老大唱歌 蠻好的那個舞唱 對啊 你要不要來一次 你說我個人 獨唱的Muse 要跟我一起唱嗎 好,我跟妳講 妳要唱什麼 妳挑一首 不要太難唱的歌 沒有,妳唱 妳想 拜託不要鬧了 想要看Lolita唱 無關阿伯的舉手 拜託 要放下 要放下 在那邊亂舉一頭 什麼意思 他們就想 真的很好笑 沒有啦 不行 不然妳挑一首歌 我跟妳一起唱 好 那妳還沒唱 妳不是剛剛已經宣布說 妳要唱慢了 我已經唱了兩天了 所以妳先 我唱了兩天了 蔡依林說愛你 蔡依林說愛你 可以吧 Brand 還是妳要愛妳 不要啦 愛妳太多了 最近太多愛妳了 好,說愛妳 OK 好,那我們一起唱說愛妳 OKOK 大家我們可以靠近一點 沒有關係 我們把那個 法馬線的地方 留給要過馬路的人 妳唱唱歌 不准錄音樂很難聽 我不准妳們錄這個 因為日本一夜 所以就又不能錄了 這邊已經在錄了 再說愛妳 不准都說 好,那就剛好錄到一個活動 好,那今天這活動就結束了 是我自己的活動 那當然謝謝各位朋友的參與 你好 好,剛好碰到一個帥哥 公道道戶 可是沒有拍到 很帥喔 外國人喔 剛剛沒有拍到這個 這個 這個玉璽耶 很可愛 對,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喔 酷炫 因為他們如果要直接 飛打這個 這個的話 可以 這樣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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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各位來 就祝你 用餐愉快喔 那個鳳城燒拉家 是稍微貴一點 但是口味不錯 懷念的老滋味 在西門町就是 年輕人 還有這個老台本的回憶之處 好的 祝各位朋友 假期愉快 掰掰